高丽美女成为元朝皇后,第一件事居然是除兵灭自己母国。 她究竟为什么这么做? 这里是瑞历史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七皇后,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, 但她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熟知,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,女子受限于家族和社会的束缚, 然而她却打破了这一限制,以女子的身份登上了权力的顶峰, 但同时也因为其激进的行为和决策,被人斥责为狠心忘恩的皇后。 七皇后出生于高丽的一个显赫家族, 这个家族早已为她规划好了未来, 期望她能成为高丽的皇后,从而让家族在社会上得到更大的荣誉。 她的成长历程也早已预定将以尊贵的女性身份行走于世, 然而,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变数。 当元朝的铁蹄踏过高丽的国门, 她们的野心不再只满足于金银财宝和布匹, 而是将矛头指向了高丽最优秀的女子。 她们的目标就是齐皇后, 对于齐皇后来说,这是一个巨大的把击, 她的父兄被迫做出了艰难的决定, 将她送往远离故土的元朝。 出征高丽的元军在拿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之后, 她们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, 她们希望高丽将最美丽的女子献给她们的皇帝, 以此来显示她们的降服和臣服, 而齐皇后作为高丽最出色的女子, 被选中成为元惠宗的宫女。 在此之后, 齐皇后背井离乡, 带着家族的荣耀, 追随着元朝的军队走进了陌生的土地, 她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家族的荣誉。 她的选择, 也必须以家族的利益为重, 渗出一国。 她只能将心中的恐惧压制在最深的地方, 毫无畏惧地面对新的挑战。 在元大都, 她迅速适应了这个陌生的环境。 面对新的语言和文化, 她不畏艰难, 勇往直前, 她已经做好了准备, 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齐皇后的个性一直充满了坚韧和野心, 这源于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熏陶。 入宫后, 齐皇后的出众美丽和机敏智慧, 使她在众多宫女中脱颖而出, 很快得到了元慧宗的青睐和宠爱。 然而, 这个一国女子的突然崛起, 引来了皇后的怒火和嫉妒, 她无法忍受这个高丽女子, 这个比自己更得皇帝宠爱的女子, 竟然霸占了自己的地位, 甚至挤入了皇帝的寝室。 皇后立刻派人严厉惩惩齐皇后, 表达了她的愤怒。 在那个封建社会, 女性的地位较低, 而且这个时候的齐皇后, 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, 身在皇宫这座金碧辉煌, 但充满暗流的世界里, 只能采取降低姿态, 甘愿忍受耻辱, 以此来维护自己微薄的生存。 这与古代女皇武则天, 在成为皇后前的处境非常相似, 她们都在积累力量, 等待时机, 而对自己的锋芒进行隐藏, 以避免过早的暴露。 在惠宗的心疼宠爱下, 她须以猥蛇, 装作软弱无力, 渐渐赢得了皇帝的更多宠爱。 然而, 好景不长, 突如其来的一场政变, 打乱了她的所有计划, 原本的皇后达纳施礼的兄弟, 策划了一场叛乱, 愤怒的惠宗刺死了皇后, 后宫的权力格局, 瞬间发生了颠覆, 面对皇后空缺的位置, 其皇后看到了自己的机会, 然而, 身为一个异族女子, 她的立为皇后的提议, 遭到了朝中大臣们的激烈反对, 特别是丞相薄言, 她一再地侮辱她, 称她为低贱的一族女子, 不配担任皇后的职务, 尽管惠宗支持其皇后, 但她无法抵挡朝中大臣们的口诛笔伐, 最终, 立皇后的提议无疾而终, 新的皇后登基后, 其皇后借此机会晋升至更高的地位, 而且在后来为元惠宗生下皇子后, 其皇后获封为第二皇后, 并且被安置在了兴盛宫中, 其皇后已经跨出了通向家族期望的一大步, 然而, 圣名之下的戎宠, 却成为了其皇后无法回头的沉重链锁, 她生下第二个儿子后, 已经在皇宫中稳固了地位, 成为了真正的宠妃, 就在此时, 高丽遭遇了干旱, 颗粒无收, 其皇后巧妙地劝说, 惠宗向高丽提供大量粮食, 成功缓解了高丽的生存危机, 因此, 其皇后的家族在高丽声名大振, 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追捧, 然而, 荣誉的光环却冲昏了其皇后的父兄的头脑, 他们居然妄想进行政变, 认为高丽的王位非他们莫属, 高丽王得知此事后, 愤怒异常, 她立刻下令处决了其皇后的家族, 因为她深知其皇后有可能利用惠宗的权力, 让他们夺得高丽王位, 历史证明, 高丽王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, 其皇后后来的行动表明, 她的手段和权谋远超人们的想象, 历史记载, 其皇后曾经试图强迫惠宗退位, 然后依靠丞相的支持, 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, 使自己有名正言顺的身份成为太后, 进而把握朝政, 仿照吕后的模式, 遗憾的是, 当时的丞相正知无私, 她断然拒绝了其皇后的提议, 这也导致了她成为了其皇后的眼中钉, 其皇后以捏造的罪名诬陷她, 使她被流放, 最后死在了流放的途中, 丞相太平离世后, 其皇后在朝廷上无人可挑战, 她的声音在元朝成为了绝对的决定权, 有时, 她的命令能直接下达到下级, 甚至可以跳过皇帝的授权, 她不仅在朝廷中把持权力, 更在后宫巧妙施展手腕, 第二任皇后因病离世时年仅41岁, 她寄敏地说服惠宗, 将她提升为皇后, 并赐予她一个蒙古的姓氏, 这样, 其皇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到了皇后的金印, 尽管她未能成为高丽的皇后, 但她却成功坐上了元朝这个宣赫一时的皇后位置, 尽管成功登上皇后的宝座, 她仍未放下对家族的复仇心结, 她大儿子一旦长大, 她就立即鼓动她去攻打高丽, 以此为她的家族复仇, 若非大臣们及时阻止, 并引出之前的条约, 高丽可能就会陷入一场冲突, 然而繁荣的日子并未持久, 其皇后和她的儿子的荒唐行为终于引来了元朝的衰落, 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原, 蒙汉民族矛盾本就十分严重, 为了满足其皇后穷奢极欲的生活, 朝廷对百姓大肆盘剥, 滥发纸币, 最终经济崩溃, 人民揭竿而起, 正在农民起义星火燎原之时, 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却在为争权独立而相互征战, 拖垮了本就迅速腐化的蒙古骑兵, 一道道加急奏报, 乘到皇帝面前, 其皇后却还在元顺帝耳边吹风, 说着外面太平盛世的谎言, 直到朱元璋的大部队席卷而来, 其皇后才慌慌张张地收拾戏软准备走, 元顺帝早就慌了神, 身边人说什么就是什么, 眼看军队一触即溃, 赶紧卷铺盖, 带着老婆孩子逃回大漠, 将中原大帝让给了朱元璋, 明君攻破了大都, 大元朝走向了末日, 其皇后也在没几年后病死, 一个朝鲜女人到中国来, 从最低等的宫女到大权在握的皇后, 最终将大元朝折腾得支离破碎, 也是本事, 虽然蒙古大元的溃败是历史的必然, 似乎不该把锅甩到其皇后一个女人的身上, 但她的倒行逆施, 的确却是导致元朝衰亡的无数根稻草里, 特别重的一根, 一度辉煌的元朝在历史的长河中消散, 只留下了历史书籍中的文字记载, 其皇后一生的谋划, 却没有遇见到她最后的命运, 也许, 她一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都铸就了她的结局, 一个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人, 最后不可能友好的结局, 这位拥有外国血统的皇后, 一生确实称得尚是传奇, 作为贡女背井离乡, 孤苦无依的她, 在尔虞我诈的后宫中一路跌跌撞撞, 从一个端茶宫女走到皇后之位, 着实不义, 可权力带来的快感, 也轻易盖过了她的理智, 迷失在其中, 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不顾国家存亡, 胡搅蛮缠之下, 将整个王朝拖入了衰败, 终是为此付出了代价, 其皇后种种行迹, 被人称作是祸害元朝的罪魁祸首, 深得元顺帝的喜欢, 那么她对元顺帝真的是一心一意吗, 其实她应该是怀着仇恨进入后宫, 成为皇后的, 其皇后的父母是元朝的丞相所杀, 才迫使她走到这一步, 进宫一步步筹划, 她首先抓住了元顺帝的心, 让元顺帝对她摆一摆顺, 随后利用元顺帝的宠爱, 开始干扰朝政, 是自己的师父仇人身亡, 从而报了父母之仇, 对于她喜不喜欢元顺帝, 在记载中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感情的事件, 具体是否真的喜欢无从得知, 也许被感化, 也许一直都是在为自己谋划一切, 从未对这个男人用情, 元顺帝对其皇后是历史都承认的偏爱, 即使在这个女人出身低微, 并且别有用心进宫的情况下, 她还是选择了接纳这个女人, 还给了这个高丽贡女尊贵的皇后身份, 元顺帝身份尊贵, 却心甘情愿多次被其皇后利用, 为了维护这个女人, 她连自己的性命和江山设计都不顾了, 为了再次给他们来时见, 后来和江山设计可, 置一个皇后只有一个女人, 她们 fiber的女人, 这位皇后放好地都不顾一无谈, 各être的不能让女人来长得非常放松, Ada适 driлект一рь的女人太划溏PL殭, 感谢观看